近日土耳其突然陷入了国际视线的中心,比出兵叙利亚关注度还大,然而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由于土耳其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,期货币里拉暴跌,由此波及到世界各国,美国对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商品实施了20%,倒付140%的加税,土耳其无奈之下,只能对美国实施裁制裁,对美国的22中商品追加了5.33亿美元的税。 然而,5.33亿美元对美国的体量来说,蚊子咬了一口都算不上,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中小国家来说,制裁却有点伤其根本了,目前土政府已告到WTO,不过美国也立刻启动了应速机制,估计官司打完了黄花菜都结冰了。 事实上,美国图两国之间的争端,起因在于上个月美国要求土耳其释放一名美国间别,结果被拒绝,不过美国并不承认,消息一出,立刻有四国出面力挺土耳其。 首先是同样遭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,他们与土耳其达成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在内的一系列合作,其次是中东国家卡塔尔,8月15号毫不犹豫地与土耳其签订了15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,稳住了市场对土耳其的信心。 与此同时,一个美国重要的欧洲盟友,也站出来力挺土耳其。 法国日前表示,将全力支持土耳其的立场,强化于土耳其的经济往来。 欧洲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经贸伙伴,如果土耳关系稳住了,美国对土耳其现阶段的制裁产生的不良影响将会很快过去。 不过现阶段而言,与美国贸易的缺失,可能会造成土耳其失业率短期增长,风险不可小视。 对于土耳其而言,寻找一个在经济上,能够替代美国的存在刻不容缓。 8月17日,土耳其记者,向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提问,希望回答一下对目前土耳其局势的看法。 对于土耳其里拉不断下跌的看法,以及寻求证实中方是否已经出台了对土耳其的支援政策。 提问中,土耳其记者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。 我外交部发言人霸气回复,中方关注近来土耳其经济,及对外关系中出现的新动向。 土耳其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,土耳其保持稳定和发展,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。 中方相信土方自己有能力克服,暂时的经济困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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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